帛琉共和国前总统及拉尔德州传统领袖雷蒙杰率团访台之际 在原民会主委一将拔洛陪同之下 在5号专程参访了封冰箱进普部落 同时也就部落的传统文化产业经济的面向 寻求未来双边合作交流的可信心 封冰箱进普部落迎接飞跃千里而来的贵客 部落族人展现阿美族海洋岛屿民族的热情迎宾 并从阿美族传统特色艺术文化 接待帛琉共和国前总统 继拉尔德州传统领袖雷蒙杰索先生等参访嘉宾 我留共和国前总统继拉尔德州传统领袖雷蒙杰索先生率团访台之际 在原民会主委一将法洛尔的陪同下 今天下午专程参访风冰箱进普部落 并在茅草凉庭中就为来双边合作交流的可行性展开对话 我这边感受非常强烈的 就是柏柳跟台湾都非常的幸运 那我们都是民主的政府 但我们也非常重视文化的价值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不只是这个透过这个文化的保存 我们可以认同自己的这个原住民族 那我们其实我也认为这个价值呢 不论是这个族群的文化跟这个民主制度是可以共存的 那我们希望可以一起找到未来合作的方向 不论是这个政府的体制 或是我们传统领袖制度 都很强调一点就是尊重 那我们是除了尊重之外 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保障我们自己部落的这个人民 那这是我这次来参加南岛民族论坛非常重要的目的记忆 那我们很高兴 经过他专程来到封冰箱之后呢 看到我们很类似的南岛与族的文化 然后类似的地理环境 他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好 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 所以他愿意接着要跟封冰箱做后续的这个交流 而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接系会由我们圆明会 包括我们的外交部呢 协助我们封冰箱跟这个亚拉德尔州呢 来进行姐妹的备忘录的签署 圆明会今年9月份才刚派团前往帛琉 完成签署屏东县三地门乡 与帛琉恩切萨尔州与安加尔州的姐妹式合作备忘录 而为了持续推动南岛民族国际交流合作 特别安排此行 而对扩大双边地方政府实质合作的可行性 主委一将巴洛尔也乐见其成 记者石玉兰封冰采访报道